好 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导师引了中本般若里面一段经文 其实跟心经是最贴近的 来做这一个观型教学的说明 所以刚刚谈到就是 在观醒之后 他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体悟诸法的空向或是空性 就是诸法的实相 那在经中就提出了 对这一些诸法实相的一些描述 我们在进入这个诸法实相的 描述之前我们先解稍微再说明一下 不如法门 我们刚刚谈到柔顺人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那这边 其实比较完整的呢 信解 在佛法里面 在经论里面 就是柔顺人之前呢 还有一个叫做音响人 以前刚学佛 很多名相搞不清楚 听到音响人 听音响也可以得到智慧 听音乐 以为了 不是啦 音响就是这个语言文字 它会发出声音的嘛 它其实就是语言文字 就是文字般若的一个意思啦 那所以 在柔顺人 这边 导师不是说要经过信解吗 对不对 经过信解 信解 信解一切法空 这边的信解一切法空 可以理解为相当于音响人 就是文所成会 然后呢 经柔顺人 柔顺人 就是主要是师修会 师修会 然后到达这个无声法人 有修会 达到现关的智慧 所以这无声法人 也要经过一段的一个努力 圆满 它有一个加行 然后成满 所以无声法人 之前柔顺人 然后呢 在之前有一个音响人 那就是文师修正 那这个就是修会 进一步达到现关 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智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后面稍微我们就是看一下了 就是有几段引文 就是波尔经其实所说的空就是圣神意 那这样圣神意 那这样圣神意是以佛跟阿罗汉的自证为准量 以它作为一个基础的立场的 好 那这大圣的生意就是说就是一切一切法 这个空就是指的这一种圣神嘛 就是书法实相 圣神意 那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涵呢 导致说唯有般若才能够去入 空 圣神的空意 我有般若才能够去入 那这一个般若呢 就是文师修 修正 那这个文会 师会 修与现关会 那这个师与修就是柔顺人 那由此可见 波尔波罗蜜在菩萨道中的重要 那对经中的这一些教学呢 比如一切法不可得 乃至常至极灭向的 若有了这样的一种智慧的修学 这一些内容都能够理会 理解跟这个体会 那这都是无所得为方便的般若 也就是菩萨的智慧跟佛智慧的 禁地就是他的一个体悟的一个内涵 这个一切法本清静或是常至极灭向都是智慧 所要体悟的一个内涵或是所观照的一个对象 或是体证的一个内容 那再来的在初级大圣老师有谈到阿瑟士王 阿瑟士王因为他犯了无逆罪 然后到佛那边去忍悔 那因为逆罪呢 忍悔虽然能够减轻他的罪业 但是并不能证果 所以这种无逆的这一个业 才是叫做原始佛教 早期佛教什么叫业障呢 就是无逆罪 我们一般现在都讲自己业障深重 这个业障已经是比较广义的 就是有种种的不善业 但是早期佛教讲到业障 障什么 障正圣道 这一种业 它叫做业障 那当然那个是原始佛教的一个脉络了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 现在大家常常说业障深重 它就是因为不善业就会有种种的障碍 障碍我们修行 障碍我们的这一种行善 这个都可以名为障 但是在早期佛教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障正圣道 这个才名为障 但是后来大家都变成一种通范的一种使用 所以佛教的语词呢 在经典 它有时候语义它会改变 然后呢 有时候呢 在我们生活上的这一种使用也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阿弥陀佛 就是一尊佛的名字嘛 现在可以有不同的使用 打招呼啊 然后这个电话低声啊 骂人的 有时候骂人 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 不敢讲那些不好的 这样一种比较 这个善良的一个语词提担 这当然也有它的好 但是阿弥陀佛就 就变得没有那么的圣洁了啦 所以它也是有好有坏 所以 语词会改变 这个业也是啊 就是业本人是中性 有三业二业 但是一般人说 你这个人真是造业 那当然 说人家造业 但是指负面的嘛 所以这个业 造业 业它就有一种 一种否定义 一定是特指这种负面的罪业等等 所以这语词的使用会改变 所以大家在 在运用的时候 就是要去看那个脉络啦 这波罗经告诉我们的智慧 语言 它没有一个决定性 好 回到阿瑟士王 阿瑟士王因为犯无逆罪 那佛为他开示呢 那有些经说他得无根性 有些经说他得不坏性 大家不要把这不坏性跟正境 化成等同 因为不坏性它就是 一种坚固的一个意义啦 当然就有一些 在阿含经里面 通常都用不坏性 不坏性或者不坏性 那主要就是性跟静 它是同一个字 不同的翻译 但是正境呢 就是指出国的一种 信心的一种 这种 透过智慧的一种 验证 就是有建筑法事项 叫正心 但是不坏性呢 不一定 所以大家不要去用之前所理解到 在学习阿含经的时候的一个理解 这边的不坏性 它就是无根性这一种 就是不坏性它其实 它的范围可以很大 它可以接近或是等同于不坏 这个正境的一个层次 它也有可能是在正境以下的 这样的一种层次 好总之就是这一些 讲到阿瑟士王的这一些 点击呢 讲到它得无根性 或者不坏性 那这个不坏性不是 跟出国的正境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理解 好 虽然 透过忏悔和逆罪解释 但是还不能正过 那主要是要说明 阿瑟士王 听了佛的开示之后 得到信仁或是顺仁 顺仁就是 相当于柔顺仁 柔顺仁 那导师说与无根性 不坏性相当 好那 罪性本空 因果不失 悔悟也只能 重罪轻受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导师这一些 这些所谓的相当呢 是怎么样得出来就是 阿瑟士王有好几个不同的 译本 那不同的译本 或是相同的这个 文这个故事的一个记者 他用了一些不同的语字 可以理解为他们大概都是相当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在这个文书之利普操三美经 文书之利就是文书施利了 他是阿瑟士王的一个意义本 阿瑟士王经的意义本 他就说在听了佛的开始之后 阿瑟士王得柔顺法人 柔顺人柔顺法人等等 阿瑟士王经说说是法 是阿瑟士王得到什么 所喜信仁 就是他又有不同的一个语词 好那这边的信仁 这边在附带的引述 学佛山药信仁是修学 那在信仁修学 以信仁作为主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次第 也有三个次第 就是信可 信求 跟正信 那其实也有从菩提心的 这一个发心菩提 然后这个再来就是 就是有菩提心有种种的 的一个阶段嘛 然后就是有这个从发心 然后再来这个 到了这个体悟诸法实际上的明心 明心菩提等等 就是从慈悲的这个角度来说明 修行的一个不同的层次 好那这边的这一个信仁呢 就是信的最最初 是对佛法深刻理解而起的净心 我们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深刻理解 而起的这种清净的这种信心 然后呢 这个就是到此信心成就 纯净的信心 与明达的圣洁相应 这是信洁行为 这是信可或是信仁 那信求就是开始去实践了 私修 那正信就是正等等 好那就是波尔经讲记也谈到 这边人是什么 智慧的确认 的认透确定 它都不是一般的一种认识而已 它是比较深刻的一种认透确定 深刻的了解 然后确定这个道理 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信念 强而有力的一个实践的力量 那这个才叫做认透确定了 一定要产生力量 好一经论说呢 发心信解呢 就名为信仁 那随顺法空信而修行 名为顺仁或是柔顺仁 通达诸法 无生无灭 名为无生乏仁 等等 好那大概就是给大家看 了解就是这个顺仁 大概就是一种实践的 私修的一个情况 好 好再来我们就要进入 刚刚我们上一节课最后谈到 就是诸法空向是不能说 那如果要方便实施应该怎么说呢 他就是这样说 就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等等 好那我们来看老师的解说 生是生起 那就是存在 灭是灭去 就是不存在 无 约法体的存在不存在说 也就是 就是说为什么会提到不生不灭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法体的存在跟不存在 空向不可说 是有是无非先 非先无而后有 也并非先有而后无 所以不生不灭 表示什么 超越有无 生灭的相对性 所以这个不呢 这边的不 要怎么理解呢 就是一种超越 不生就是超越生 不灭就是超越灭 超越生灭 所以大家对这个不呢 就不要局限于说没有 在波尔经的一个体系里面 它经常表示的呢 很可能就是一种超越 超越有无 或是实有法的生灭不可得 以从这种negation 否定的这样的一个灭相来说不可得 那从比较正面 它就是这种超越生灭的 好那所以 生灭是从法体的存在跟不存在 来说 那不够不静呢 怎么理解呢 够就是扎染 对不对 静就是清静 这是从性质来说 从存在的角度来说 从它的一个性质来说 那空向呢 导师这边提到 它没有所谓的扎染跟清静 经上或称为清静呢 它也只是方便说 那如毕竟空即毕竟清静 因为众生未空 所以就说一切法清静 好 所以这个是方便的一种失色 一方便说 空性也是在禅而不染 出禅而非心得清静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空性是清静呢 因为它在禅不染嘛 然后出禅也非心得 从这样的意义来说 所以不够不静 就是超越了软静的相对异 因为这是诸法十相的 体悟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 你不会看到这种够景象的 超越 涅槃啊 体悟诸法十相的 它是无相 好 那再来就讲到增减 增减是从数量上来说 空性是无数无量 所以不增不减 超越了增减的相对异 那未来 非未来非过去 非现在 那这个是从时间的面向来说 所以空性是什么 超越时间的 好 再来 也五五运 十二处 十八戒 四地 缘 旗的 好 那导致说 是空不可说 说空相不生不灭的 还是依超越世俗 这样的一个意义呢 所做的方便说 空性相是这样的 所以接着说 是空相中 五色等五运 五十二处十八戒 五四地 五十二元起 那这个还是说明是超越了 超越这一种 等等这种相对的这一些像 好 那再来谈到这个 无德 无限观 导致 这边他认为 就是这个就是心经所说的 无至义无德 那至就相当于限观 限观是限政制 没有制 没有德 这个德就是所政 或是所观 所以没有德 就没有预留 预留果 阿罗汉 阿罗汉果 没有声闻的 是果 圣者 己所得的 是沙门 果 是预留之人 那预留果 是所政的这个果 所以 是果圣者 是果 是沙门 果 然后也无独觉 圣者 无正 得的 独觉 菩提 人跟所政的法 无菩萨 无菩萨行 也无正 等 觉 者 然后 也没有正 等 觉 菩提 就是人跟法 三圣人 三圣的法 空性中 都是不可的 所以这边的五 是说明实性不可得 就会到 或是不能安利失色 在这种诸法事项 你不会看到这些像的 所以不可失色 不可安利 不可说 所以这边不是在否定因果 大家一定要记得 布尔经所讲的话 就是他们提悟诸法事项 所体验到的一个境界 在那个境界 你是超越 是无相的 所以他在讲他当时 所经验到的一种 的体会 那这个是圣意的一个层次 但是世俗呢 世俗就是 因果婉然 对不对 因果必然 所以不要混淆 世俗跟圣意 透过世俗的这种 正确的道理去实践 才能够体悟到 超越这种圣意 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样的教学呢 要分清楚 要不然大家就会落入断灭 那这个就 就很可惜 波尔经是教导我们开智慧的 结果智慧没开呢 开了血溅 这就麻烦 好 所以就是 在谈一个不可得 那不可得 在圣意的一个层次 其实就是不可失色 连失色都不 都不可 不可得 好 那导致说 这一段文字与心经的主体部分 完全一样 只是心经 简略 歇 如照见 无蕴皆空 到受想 行事 亦富如是 那其实就是 与诸色空 比非色 到空 及受想 行事 等等 所以比较简略 有些道理 我们透过心经 可能 没办法清楚去把握 所以回到 导致为什么要 直接引 这个中本波尔 就是 大波尔 波尔蜜多 经的第二分的经文 就是 它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个文教学内容 好 那既然无智亦无得 有智有得的三圣者与圣法 当然 也不可得而不妨简略了 也就是前面有讲到这个三圣的圣法 但是心经就只是最后总结 无智亦无智亦无得 好 总结一切法 空之 观醒 教学 好 这边导致说 波尔道的实践 这边的 这边的波尔道 是 不是波尔的这一种修行道路的一种通范意 这边的波尔道就是波尔道跟方便道 对举当中的波尔道 就是从出发心到体悟诸法时像这一段的一个修学 所以波尔道的实践 这边可以理解为就是方便道之前的这个 的修学过程 在大制度论特别给它一个名字 就是波尔道 波尔道之后还有一个方便道 波尔道的实践是一切法 而观一切皆空 并非离开一切法去 去寻找一个叫做空这样的一个道理 它是借由观一切法的这一个如幻如画 而体悟到一切法皆空 所以它是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 那如实的体悟 就如大制度论所说 波尔波罗蜜能灭诸邪见 然后将至必进空 这个将是带领 不是将来 不是将来会到 是波尔波罗蜜能够灭诸邪见 而带领修行者 契入必进空这样的一个境界 提悟这样的一个诸法事项 所以这个将是带领的意思 那导师说 为世之中虽解说不同 而波罗蜜见到时 也是没有任何像可见可得的 也就是五相 所以假设当我们在修行静坐 突然进入到一种境界 看到这个诸法如幻如画的显现 在我们的这个境界当中 在这种修行的这种心境当中 那这个时候有提悟到诸法诸相吗 这个可能还没有了 因为没有任何像可见可得 这不只是不可得 连像的这个显现都没有 它是一种超越的 我看到这个法升起灭去 迅速变化如幻如画 这都还有像的 这个体悟诸法是相 所经历的一种境界 那这已经不容易了 你透过这样的一种修持 能够亲身在先进当中 显现这样的一个镜像 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但大家要记得 凡所有像皆是什么 皆是虚妄 不要去执着这些这种境界 一执着又落入错误 反正它就是一个过程 修行的一种 在提升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经历过这一些境界 一执着就开始患得患失 不要执着继续好好的 依这个六度培养资量 吻失修这样 最后就能够体征 诸法师相 好那 导致说 这个菩萨一切法 而观一切法空 到通达时呢 是一如无二无别 譬如种种色 色身到须弥山王边 皆同一色 那般若经所说的 空中无色 无正等觉 正觉等正觉菩提等等 导致说正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就是提悟到诸法如 提悟到一种超越的一个境界 因为有像就有差别 不管是生命还是什么 你就会看到一种差异 那提悟诸法实际上就是 一切法都是平等 无二 一如无二无别 那其实就是这种超越 我们不会看到 种种这一种 所谓的如幻如画这一种相状 好以上呢就是 第八节的内容 那第八节的内容 就是谈到心经嘛 它其实就是一种 观醒的 的一个 的一个说明 那在这边 进入第九节之前 想花一点时间 把刚刚所说的这一种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的这一些内容 稍微再带大家看 导师书中 关于这一部分的一些解说 首先是关于这个不义是什么 就是不理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还有这个 或者是进一步说 无差别 色离于空 色即不成 空离于色 空亦不闲 好那这个 就是这样的意义 就是色如果离于这样的一种空 那色即不成 怎么理解呢 所以这边就有时候要 也要稍微运用到空的双观意 虽然导师讲的是 或是大致论讲的是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他还讲的是 世间跟涅槃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 他其实从 关型的一个角度 意义来说呢 或是从这个 现象界来说 我们从现象界来说 你色法要能够存在 他必然是 空无自信的 对不对 那就是有自信 你色根本就没办法存在 这个中论 他已经论证了 有自信的法 不可能存在的 不可能生 世门不生 自信他信 自他信共 这个都不能 这是有因的 无因也不可能 好 那所以从这样的一种 色即不成的 这边的空 那可以理解为 这一种 所谓的 虚妄 自信不可得 那空 若离于色 这样的一种 自信不可得 这样的道理呢 离于色 我们也没办法去了解 他也并不是 离色而有的一个 的一个这种 真理 有实体的一种 真理 所以这边 其实呢 就是也可以 把它拉到 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 就现象界来 来谈 空跟色的一个关系 当然呢 就是如果从 这个比较 范围比较 扩大 从有为无为 来说呢 那有为 也不离无为 对不对 无为 不离有为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 世经跟涅槃 这样的一个 一个说明 所以双观呢 就是你可以 从虚妄意 来解说 那就是看 就整个 从现象界来说 也可以从 这一种 空的 如实意 圣意 涅槃 跟这个 色的一个 关联 就是有为 跟无为 的一个 关系 好 那另外在 中观论中讲 也谈到 就涅槃 忘世间 即空 性 即境 的涅槃 与动乱 生命的 世间 无有少分 差别 那 从 这个 世间 望涅槃 生命 动乱 的世间 与 星空 挤进了 涅槃 也无有少分 差别 好 那这个 这个要去 提悟了 这个 大家回去看 中观论诵的 脉络 这边只是 就是抽取 其中的 一个 相关的文字 来做一些 介绍 说明 那另外呢 在 导师有一篇 文章 叫做 涅槃 即是空 即是色 这 这个是 应该是 《佛法的救世之光》 这一本书里面 它有一篇文章 就在专门谈 这一句 经文 整篇文章 就在专团之间 如果大家要 修这一句呢 去去看那篇文章 那这边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空 意义是什么呢 它就是 圣身体验的涅槃 那它不是 这样的一种 圣身体验 不是语言 理论的领域 那有什么 能说呢 但是佛有方便 善巧 就众生的 现实身心 开始诱导 使人类 能够了解 现实的一种 狂假相 所以这个 是虚妄性 设了一种 虚妄 那设代表 现实的生意 而置入于 自正的 境地空 所以 要透过 观虚妄 不实 才能够 体悟 这一种 圣意的 这种涅槃 的空性 好 在方法论呢 就是说 既然已经 开示出来 那就是要有 修行的方法 好 那在 从这个 说明修行的方法 这样的一种 这个角度当中呢 我们可以问 色为什么是虚妄 是假 是空呢 它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观照 所以这样的观照是什么 观照它是虚妄 不实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观照 观照它是虚妄 假相 是空 能够契入真如空相呢 所以在方法论 修道 方法论就是修道论 这些都可以说 前面就是说呢 空所代表 就是这种体验 它没办法去 语言去表达的嘛 但是 你还是要有善巧 那既然表达了 在这样的一个 能够方便善巧 去引导 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色为什么是虚妄 就可以说明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观照 能够去向真如空相 就可以去表达 虽然不可说 但是 为了要引导众生 弃入呢 那还是可以有一些 方便的事实 这边导师举了一个 有趣的例子 他说这个三 这是台北市的一座山 那有住过台北市 或是住过台湾的发友 就知道 这座山 它本身并无所谓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是人事实出来的 就是大家约定书城 然后就把某一个方位 根据 罗盘嘛 指南针 他说指定的方向 然后划分成东西南北 就是有一个参考坐标了 好 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看 通过世俗共认的 名相贾利 就有东西南北可说 那虽然它是贾利的 但是凭着这样的一种 贾利的东西南北 我们就可以引导说 怎么样走 可以爬到山顶 所以修正方法的问题 就是理论的问题 然后结与形相应 从可说可分别 而能导向离言无分别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大家要记得 我们要体悟的诸法实相 是离言无分别 但是这样的离言无分别 要从可说可分别的 这样的一种 如理思维 来达到 所以这个不是 此谈不立文字者所知的 那当然 这导致有点评论的一个意味 但是呢 说这样的话的这个最初的人 他只是要说明 这个圣意是不可说 不可言传 不可迷意 但是怎么样达到圣意 那要有一套 这个文字的说明 如理思维去达到的 所以最终的目标是离言的 但是修行的过程是要 医于这样的一种文字 然后对他起正确的认识 如理思维 才能够达到离言 所以要依着正确的 如理思维的正分别 来达到体悟诸法实相 不生不灭的无分别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不要想说 既然结果是无分别 那我从因就不要去想 不要去作意 那就让心能够不动 不动就永远就是这样子 他不会不动就不会往前爬 就不会达到这个不生不灭 这种圣意的这种无分别 这样的一个无分别智的一个体悟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修行就是要透过文思绣 而不是不思不想 当然也不是不吃不喝 开玩笑 不是不思不想 我们说不思不想是不要去胡思乱想 对不对 不要胡思乱想 不思不想是不要去胡思乱想 要如理思维 要正确去想 什么意思 我们先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这个以前可能有些法友听过 假设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活动 或是我们经常去上班或是去学校等等 那当我们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发现本来很多人在那边聊天 突然我们进来之后呢 大家都不讲话 继续做他们的事 这时候我们一定会说 这些人刚刚一定在骂我 这些人真的是可恶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开始让自己起负面情绪 然后越想越生气 平常买什么东西给大家吃 只有大家在背后讲我坏话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说不定是在讲我们的好话 怕我们听到不好意思 所以来了不要再让我们不好意思 所以到底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都会先自己假立一个情境 然后把它认为它就是真实 然后一直抓着它 一直不断地去起负面的情绪 然后让自己身心动荡 不安睡不着 这个就是胡思乱想 这个就是妄想分别 如果看到这种情境 如果我们如理思维 大家刚刚一定是在讨论某个事情 突然大家不讲了 一定可能就是可能跟我们有关吧 那可能大家是一种善意的 那假设是真的是骂我们 那一定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好 那我们应该要改进 我们这种改进就没有 就生起一种 还好他们 他们一定看到我有些不好的地方 那如果有机会 我再跟他们请教 那里做的不好 我们可以再改善 所以这时候内心是什么 感恩的心 充满了这种 这种慈悲喜乐 等等的这种正面的 一切就是大家 一定哪里我做的不好 假设是不好的 那一定是我们哪里做不好 那我们就能够 生起这个反省 然后去改善 感谢他们 能够指正我们的错 那如果是好的 也感谢他们 知道我们个性比较内向 听到人家的赞美 会不好意思会脸红 所以他们就 就不再继续说 这都有可能 那就是如理思维 那就是正面的嘛 所以这边 如果心平静下来 然后假设 就是两种都有可能 如果是负面的话呢 这样我们坏话 那么就可以借这个因缘 去反省 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些事情 做的不好 去触脑到别人 慢慢发现 确实自己有很多问题 平常都不会反省 这种境界 我们才有机会去反省 那把我们看到的问题 一个一个去解决 大家就不会在背后 假设政治讲我们坏话了 那一定是我们有问题的嘛 那假设我们没有问题 那一定是有些事情 被人家误会了 做得不够完美 那要产生误会 总之跟我们都 这缘起的事件 都跟我们是有关联的 所以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 正面的角度去思考 其实大家可以活得很快乐 真的是这样子 好 所以就是 我们要达到无分别 也是要从这种如理思维的正分别 然后去破除这种不正确的分别 这种不正确的分别呢 就是带有自信的分别 破除这样的自信的分别 才能够彻底的体悟到 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 所以从生灭 或是从分别 而达到不生不灭 不分别 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 大家一定要去把握这样的过程 所以会是什么 会是检测 你要去对一些道理 要去通透 要去明白 那这样子才不会走错路 以为让心不思不想 就能够见到真理 这个可能跟 《般若经》中观与且所教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是不思不想 是觉得我们胡思乱想太多了 你不思不想 反正可以把这些胡思乱想静下来 这个是有好处的 那它是一种方便的一种施舍 等我们心静下来之后 那再进一步教我们怎么样去观 般若的正观 所以也不是说不思不想 完全都没有道理 当一个人胡思乱想太多 你就叫他不要想 先让心静下来 如果这个法友说 我最近心已经静下来 那你再叫他如理思为 如理分别 这时候他才有办法 心很乱的时候 你没办法如理思为 所以只能教他不要思不要想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而不是从头到尾都不思不想 那这个就有诗 这个古德 或者是佛陀 或者是经论所教导的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意趣 好那接着就谈到 其实心经呢 中观的这个修行者 他有他的一套论述 唯事他也有 那中观呢 其实就是 就去观一切法 都是假有 就连一般所 所认为的实有的法 也还是一样 是 这个假有是 因因代言而有的 失色 不要把它当作真假 当然因因代言 他就不真实 不实 这个实体 他带有这个 独一 实有 恒常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这个假 就是一代而有的 有为无为也是一样 一代有为 我们才能够了解到无为 离开有为 我们没办 无为并不是离开有为 而独自存在的一个法 那这边的说明呢 有讲到这个批语 扬艳 这在第九章 这个 第九节 对不起 第九节 法空如幻 就会说到 那我们就先稍微看一下 就说一切法跟这个空呢 就是一切法空 或是一切法如幻 那就比如说这个水气 那路看到的时候 会认为是水 那就会走过去 以为 但是走近的时候 却一无所有 看起来是千真万确 其实并不如我们所见闻觉知 这就是如幻 我们看色等诸一切法 是那么实在的一种存在 我们认为它都是有自信的 就是有 实有 独一 恒常 这样的一种特质 但是呢 并不是我们所见闻觉知的那样 它其实是 因 一代而存在的 就像幻 画一般 所以波尔经要去 要去观 要去悟了 就是幻 幻 所以关于色空的这个关联 我们就简单补充到这边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进入第九节的一个内容 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 就先圆满第八节 那第九节呢 我们就留在明天再跟大家解说 第九节也很短 第九节 这边大概就是有七夜左右 那我们明天呢 应该在两节课可以把它玩 应该在两节课以内就可以把它圆满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 我们最后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意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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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于切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结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